Hello,大家好,我是Jessica 我移民到加拿大Halifax已经两年了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有总结移民一年的感想 是自己仍然像在这旅行的游客一样 充满了新鲜感,充满了好奇和观察 那么又过了一年 特别是2021年通过小红书记录自己的生活 我有认识到更多的朋友 和你们的交流带给了我很多的启发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慢慢的帮到一些人 这都是让我非常开心的 在这里要由衷的感谢大家的支持 所以到现在,移民加拿大两年了 我总结了一下自己的心态上有哪些变化呢 首先我觉得自己比之前更加平和,平静了 也许是因为加拿大它整个国家的气质 就是不急不躁,温润如玉的 然后人少,到处都是森林,湖泊 还有各种动物,鸟啊,松鼠,鹿,野鸭 这些动物悠哉悠哉的走在路上 和人类和平相处 我觉得环境它不能够决定心情 但是会有蛮大的影响 这样的大环境就让我感到很快乐 这种快乐并不是吃一顿饭 够一次物那样短暂的快乐 而是一种持久的快乐感 或者说深层的满足感 其实落在日常就是一些简单的体验 比如去hiking,去海边遛狗,就都很快乐 我也越来越喜欢住在哈法这个海边小城市了 这一年我发现了更多可以去钓鱼 露营高尔夫的好地方 价格都不贵,而且风景非常优美 开车的时候我常常恍惚的有一种 在世外桃源的感觉 因为职业的关系 我有看到网上不少的小伙伴 关于加拿大不同城市之间的比较 讨论的很激烈或者很纠结 但是在我看来 其实都没有一定的好坏 选择这个城市 就像选择生活中的其他事物一样 比如买车 我个人就很喜欢mini cooper 从外形到功能 我都觉得很完美 所以包括它有什么缺点 我都不会在意 反过来 有的车子哪怕有许多的优点 但我并不会觉得适合自己 那哈法 我感觉最重要的是 它不会给我大城市的那种压迫感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 然后陌生人见面也会轻松友好的打招呼 气候我也非常适应 而且随时都可以吃到美味的海鲜 所以每一天都觉得很开心 同时呢 我觉得自己在心理上也更加融入了加拿大 这边像大乡村一样的生活节奏 从刚开始移民的时候 我也比较容易着急 觉得这边很多事情效率低 买东西的选择少 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也容易迷茫 到现在呢 一方面在重新建立自己的职业的过程中 我感到加拿大它对于各种不同的文化 语言习俗是相当包容的 所以并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什么去融入这个社会 那么最重要的呢 是积极的不断的去学习和成长 我真正觉得在加拿大这边 学习没有什么束缚 然后很多的机会成本也不高 既可以是学习英语 法语 专业的技能 也可以是培养兴趣 比如说运动 手工 只要是有心 就可以真正的享受加拿大这边的移民生活 另外一方面 因为加拿大的整个大环境都很尊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选择 大家都更专注于自己的生活 所以非常尊重彼此的时间 很多事情都需要提前预约 那我自己到现在也更习惯和享受这一点 或者说更享受一种有计划的感觉 更多的去享受独处的感觉 当然我自己会觉得移民之后生活变得更加丰富了 也许有的人会觉得移民之后反而生活更加无聊了 对于任何环境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 我觉得到现在自己会有一个更清晰的意识和感受 因为这个取决于每个人最看重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然后另外一个很大的感受是移民这两年来 自己会更加向内看 更加关注内心的体验 说实话少了许多的比较 少了许多的焦虑 这个和刚刚讲到的整个加拿大的大环境的影响是有关的 我觉得因为这边大多数人不会去关心豪车 豪宅包包首饰这些东西 另外对于女性 对于年龄 也明显少了很多偏见 比如说我每次去Halifax Shopping Center购物中心里面 有一家我很喜欢的护肤品品牌 欧淑丹 她的专卖店的店员 是一位年龄有超过70岁的老奶奶 每次跟她聊天 她总是很热情 很有活力 很细心地讲解产品 很认真的去做产品的包装 会很有感染力 会让人觉得她讲 她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是完全发自内心的 移民之后在这边我有接触过蛮多 类似这样的老年人 总的来说 我觉得会能够更自在地做自己 接受自己 更加相信和专注自己在做的事情 就好像这几年很流行的一位加拿大作家 Eckhart Tolle 她的代表作Power of Now 当下的力量在整个欧美都很火 她讲如何找到快乐 如何拥抱自我 她提出的很多方法 在本质上来说 和我们中国的许多哲学是相通的 这两年来 我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加拿大的生活方式 其实和我们中国古人所提倡的 自然 宁静 失意 回归 这些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所链接的 可能这个也是我会喜欢和适应 在这生活的一个原因 那么未来我也会继续记录和分享 我在加拿大哈法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我的一些感受 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